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置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互認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以及將來的收留及協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置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曾得最理想的安樂窩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置業的問題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的,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你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那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阿湯 今次我們帶大家回到一個很久沒有回訪的地段 這一邊就是金灣的紅旗珍 有一個比較上近期才推出的樓盤叫做中珠領域 大家都知道我們最近一直都有介紹一些減了價、砍了價的樓盤 而這個項目是比較特別的,因為它位處於金灣東部的板塊 大家都知道金灣東部的板塊由於受著航空新城一個 屢屢創新高的地段價值 所以現時金灣東部很多樓都是越賣越貴的 這是一個事實的現象 不過這次這個新盤基本上 它的價錢是相當吸引 可以說不需要劈價,已經等於減價 樓盤名就是中珠領域 由於它有提供到69方 即是接近70方左右的兩房單位 所以總價方面 只需要120萬左右就可以買到 單價方面 約17000到17500多一點 如果你說是連上裝修、膠樓的 整個紅旗基本上 你都很難找到會便宜過它的樓盤 那麼如果到近航新城那邊就更加不用說了 即使和斗門那邊的護心路去比 基本上單價方面 要找到便宜過它也不容易 至於如果用總價來計算 120萬基本上也是接近 白礁那邊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說在金灣東部來講 這個盤真的算是非常之便宜 所以為什麼我說 即使它不用減價 但是實際上 情況 總價等等 都好像減了價 當然這個發展商中珠 可能大家會覺得有些少命不經存 但事實上 無論它在珠海的老城區 以至到金灣這一邊 之前都有過它的作品 當然它就不是一些 全省市 或者是全國性的發展商 你講規模 跟那些大大間 甚至乎是央企國企 就不能這樣去比 只不過就是 現時這個項目 基本上都已經去到封頂的階段 而且你看到 其實部分已經是在插櫃 大致上就欠了一些 裝修等等的內部結構工程 所以你說它有沒有一個 危險在 我又覺得 所謂的危險非常之低 另外 樓盤的後方 有一條水道 當然這個水道並不闊 不過 亦都可以提供到 些少的水景 給住戶門 當然我知道這樣的水道 業主們是否喜歡 就是見仁見智的 因為從不好的方面去想 就會覺得有水在附近 基本上會不會容易有蚊等等的情況 另外 這個樓盤由於採用板樓的設計 所以你預算中間的一些壺形 部分的房間等等的窗 看出去 是會看到連郎的 連郎到底是負面還是正面呢 之前我在一些影片中 都有深入講過的 如果你介意私隱會受影響 其實就不要買一些會看到連郎的單位 接下了時間 我們就交給Andy 帶我們進去看看 中珠領域 平得來 到底是否漂亮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又是我自家Andy 今天就帶大家 去紅旗看一個樓盤 叫做中珠領域 一事不宜遲 跟大家進去看看 現在在我右邊的中珠領域的陳小姐 陳小姐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項目呢 可以呀 可以呀 這邊 這邊 陳小姐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沙盤是我們整個小區的 我們整個小區就只有四棟 對對對 我們小區四棟 那我們現在位置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三棟樓下售樓部中心這個位置 對 嗯 那現在呢我們賣的什麼貨呢 我們我們現在賣的話是有69兩房然後86三房 102三房以及107跟112的四房 等於是兩房到四房都有 主推我們現在是幾棟 主推的話現在是二棟跟三棟 這兩棟 他這兩棟的話都是一個 板四樓 板樓 對對對 一直排開的板樓 對幾棟幾戶啊 兩棟四戶 有人他一四五 對 分別有什麼面積段呢這個這個 我給你介紹一下 嗯 從三棟這邊的話中間兩戶 是69的兩房 對 69兩房 那兩邊的話呢是102的三房 兩廳兩位 對 明白 那二棟這邊的話中間兩戶是 86的三房兩廳一位 對 中間兩戶 那這邊的話是107的四房 兩廳兩位 就右手邊 對對對 右手邊這一戶 那 中邊這一戶的話就是 呃 左手邊這一戶的話是112的四房 兩廳兩位南北通的一個戶行 我們我們整個小區的朝向因為呢 怎麼說我剛剛看了一下是東南向 對對對 全部都是東南朝向 OK 它的一個方位就是上北下南左是右東東東東東東南 這裡下面的話就是那些到時候是那些鋪位 對對對 然後小區的入口是在這邊 對對對 啊 車位的話都是人車分流的嗎 人车分流的地下车户 那地下车户从哪里进去啊 从东边这边有个出入口 以及西边这边的话也有个出入口 两个出入口的 明白明白明白 我想问一下 现在我们卖的价格是多少 价格的话 大概均价在17000到17500左右 17000到17500 对 现在差不多中秋还有国庆 到时候会有没有更加优惠一点 应该会有 会有应该会有 对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小区的园林吧 小区园林有什么配套吗 我们小区园林的话 我们从那边去看吧 好吧 因为它遮住了 小区园林的话 因为我们四栋每一栋楼下的话 都有一个四米八高的一个架空层 对 所以它里面都有配备一些 娱乐设施生活 各方面的一个设施 比如说四栋楼下这一个位置的话 就有配备四点半学堂 就是儿童乐区 对 以及这边的话有个全民健身区 还有围绕四栋这一个位置 还有一个200米的一个夜光黄心跑道 对 对 那我们用的物业公司是 我们是中株自己的物业公司 所以用一个 管理费大概是多少 三块钱 三块钱的频道 对三块钱 有要满间吗 有 那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下 可以啊 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们 直接介绍了一个模型先的 其实呢 驱慧的部分 我们会放在 看完示范单位之后 先给大家听 因为为了大家看着模型 和驱慧的那块图 看太久 怕会闷到 所以将一些时间调配一下 这样可能会更加好 那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三栋的实体样板间了 那现在摄影室后面呢 这个到时就有一个电梯位来的 那我们出来就有两户等于 那那边就有一个联络 对了 走过去就有另外一个两户是不是啊 右手边这里这个都是 交标来的一个刚化木质防火门 以及一个四合一的一个智能锁 嗯 那进来右手边 就是厨房的一个位置 左手边 左手边 我问的是左手边 对对对 我问的是右手边 没事没事 那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位置 这个空间都很大啊 对 看啊 这个阔的 同时三个人都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这个这个 这个L型的一个厨房是比较实用的 我想问一下到时候后的三件套都有 都有的 包括这个 橱柜 还有油烟机 煤气炉 以及消毒柜这些都有 这个的话到时候会给我们是什么牌子 是老板的牌子 老板的 比较高端的牌子 哦 OKOK 对 那这里到时呢 还有个窗的 对对对 这个窗可以打开吧 可以打开 看一看 看到后面呢 就是后面的四栋来的 嗯 对了 啊 蛇蛇 不够高 OK OK 好 好 我们来看看这边呢 这边的话是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 对 一个阳台房 当然我们胶标的话都会封好的 这边是一个落地窗 这个是到时候有个榻榻米在这里 不是 不是 是平的 平的 等於就是一個房間 一個陸地窗 OK OK 好 沒問題 然後地板的話 就是您看到的這些都是交標來的 對 多層木地板 明白 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 是我們一個客廳 客廳是非常寬敞的 有3米9的開間 3米9的開間 對對對 3米9的開間 這個就是飯廳 這個客廳 對 那到時這裡和這裡都是沒有的 都是沒有的 對 這裡和這裡都是沒有的 它這邊交標的話呢 它這個吊頂周都會有 吊頂都有 然後燈的話是西頂燈 然後牆的話呢 都是一個主膠七白牆 白色的牆 明白 對 我們看看陽台 對 陽台也是非常大的 它這個陽台也是東南朝向 東南朝向 對 我們現在的位置呢 是在三樓 對 如果樓層稍微高一點的話 它一個視野是非常好的 全面都沒有什麼遮擋的一個地方 明白明白 對 全部 樓層高一點的話 可以看到對面整個航空星層了 知道不到 那現在也還有高樓層了吧 有 現在還有的 OK 而且我們這邊的話 它一個門窗玻璃都是一個 雙層甲板的隔音玻璃 雙層甲板玻璃啊 對 加樓標準都是這樣 對對對 這樓標準 雙層甲板的一個隔音玻璃 你看一下我們全屋的一個開關插座的話 用的都是西門寺的牌子 西門寺的開關插座 對 這裡有一間房 對 這邊的話是個次樓 對 這個房間也是很方正很實用的 它的房間的感覺呢 就跟我們平時看某些項目就不一樣的 它是大很多的 對 而且採光很好 對 很方正 這是一個公衛 對 這些都是一個交標來的 包括花灑 然後這個門 還有這個浴室櫃 全部都有啊 你看到的 對對對 都有的 而且我們用的都是科樂的牌子 Forel 然後交標的話 吊頂這些都有 吊頂都有 對對 包括持裝 那就主人房 可以 主人房的話 這個廁所也是一樣的 都是交標都有的 主人房都很大 對 它的主臥的話 還有一個大飄窗 還有一個大飄窗 而且是一個大飄窗 全體的一個飄窗 到時這裡整個衣櫃 對 到時這裡的話做個衣櫃 倒頂的衣櫃 嗯 這個房間也是很方正 而且還是東南朝向的 那如果這個單位的話呢 現在總價去到多少呢 總價的話 大概在175萬左右 175萬左右 175萬左右 對對 那如果好像我們現在下定的話 下多少 下定的話是5萬加3萬 5萬加3萬 一次性的話我們的付款週期有多長 付款週期是一個星期之內 有沒有能再長一點 因為我們這邊從香港搬錢過來是很麻煩的 可以申請 可以申請 對 然後按接的話暫時只能做那些銀行 對 港澳銀行只帶是做不了 做不了 應該都是要在這邊 OKOK 就客戶本人上來可以是能做得了 對對對 那好吧我們去看隔壁那個小戶行 可以 好 我們再來用第一身的視角 看多一次這一套 102方的示範單位 記得 這一些102方 或者107方等等的護形 就是側近兩邊的 基本上就不會太受到連狼的影響 如果在中間的護形 受連狼影響的機率就會比較大一些 九點 十分之間 十分之間 充分 九點 公罪 總共 雲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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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是我们69的两房两厅一位 那进门的话呢 这门也是交标来的 就跟我们刚刚看的那个 同样的都一样 对对对 就右手边 这边是我们的厨房 这个厨房就 对很精致 对比较精致 对 但是有个问题 你想说一下 嗯 我冰箱放在哪 冰箱放在外面 冰箱放在外面 对放在后面这个位置 完全足够 都可以放个双开门的 这边都可以 那这边的话就没有的 这个是没有的 自己做的都是 对到时自己做 可以做一个 可以厂考我们这样做 这个柜子 可以收纳很多东西 那这边就放厅了 对这里放厅 那如果Hard 10那里的话 可以打 有3米6的开间 这里有3米6 对 而且连接一个大阳台 69两房的话很少 能做到我们这个样子 对 这么实用 而且它都是东南朝向的 嗯 对它这个门的话也是三层隔音玻璃 都跟刚刚那间交标是一样的 对都是一样交标一样的 好的 我们先去看看这个厕所 对 厕所就这样 对 这些都是交标 嗯 那这里就有一间房 又是落地玻璃窗 对 对了 真的落地窗 这个房间很大 接近11个平的一个房间 对啊 做塔塔米 好像有这样的设计呢 完全是空间都够用的 对 而且你看到时候有小孩子 在这边写作业的话 完全都不用开灯了 这里还有一个窗户 还是朝南的 明白 这里的话是我们这个主位 主位 对全体飘窗 然后这里的话可以做个衣柜也是很大的 对啊 说句真的 六十几平方可以做到这么大 其实都很厉害的 对 它上使用什么样子大概是 接近百分之九十 接近百分之九十 对 真的大 不是说视频效果拍出来大 对 我自己感觉到六十几平方 对 那这间总价多少呢 这边总价大概一百二十万左右 一百二十万 对 OKOK 好 谢谢你 好了我们再来用第一身的视角 看多一次这款六十九平方米的示范单位 提多一次 无论是厨房的窗 或者是洗手间的窗 以至到小房都有一边窗 是会看到连郎的方向的 不过注意到小房 其实它是等于有两边窗 如果你是想私隱比较有保障一些 其实你开向外面的窗 就问题不大 若然你开后面的窗 假设你落臉 那样算 其实呢 也可以有一个对流的效果 可以扯封的 这边的话是我们一百零雞的四房两厅两卫 双阳台 对双阳台 对双阳台 交标都一样了到门 对对交标的话都是一样的 对对交标的话都是一样的 厨房的这种 对左手边这个厨房 然后连接又一个生活阳台 是 是 收阳台 对 这个生活阳台的话 后期可以放洗衣机 亮衣服都可以在这个位置 OK 都比较方便比较长的 这个位置 好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107 四房很实用 这个位置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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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就是一个放厅 放厅 对 放厅很大 客厅的话 开间多大 客厅的话 3米9开间 3米9 对 3米9的大开间 这边就有一个 厕所 对 这边是一个工位 对厕所 钢丝分离的 嗯 这边是一个房间 这边就是独立开的 这个房间是不是 一个阳台房 落地窗 就是阳台包间 给它赠送一半 对对对 那我们去阳台看一看 阳台挺大的 阳台的话 它这里也是挺大的 有 这里的 对 OK 五 四屏 四个屏 哦 好 嗯 然后 我们二栋或三栋 无论是 就是二楼嘛 二楼的话都会有 带一个大平台 这也会赠送一个大平台 对对对对 都会赠送一个大平台 哪个大平台 比如说像 我们这一户 107的这一户的话 它下面二楼就带了一个 接近405平的一个平台 405平的平台 对 405平的平台 就哪里 就是这个 差不多一个广场了 就是这个 对对对 就是下面 到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 那物业那边的话 他们会不会有意见 或怎么样 只要不搭棚 不影响外观是没问题的 那我种东西呢 对可以啊 没问题的 有时候跟朋友去烧烤 这就没问题 没问题 对 就是说无论二栋跟三栋 只要你是二楼都会赠送平台给 只是面积端不一样 对对对 只是面积端不一样 对对对 这里都可以用的 我不知道镜头看不看得到 它真的很大 对对 但是它就不可以给我们改建 就是报建 和搭屏 对对对 你平时种的花花草草 对 铺草地 可以吗 可以的 对 对 就看有没有观众 就需要到这么大平台了 对 我们再看这边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有三个房间是朝东南的 明白 对 这三个房间 嗯 那这边有一个房 对 这边有一个房 跟着最后都主人房了 那其实交标都一样的 对 交标都一样的 这个房间的话也是一个大飘窗 嗯 那这一套的话它总价是多少 总价在180万左右 180万 对 180万的话那是 也能就是说买到那个400多坪的平台吗 OK 那个二楼的话价格可能稍微高一点 大概在 190多200万左右 OKOK 没问题 就是说他们每一栋可能就只有两户 有送平台的 每一栋有四户 我们现在推的就是一个梯腿有两户 哦 就是说六十九还有八十多的 他们也会有平台再送 对对对对 只是平台大小不一样 哦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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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明白 OK 好的 这款107的户型呢 就相当不错了 三加一房 就是说呢 其中一个阳台位 可以做到一间房 另外一个优点呢 就是基本上它没有什么走廊位 可以说呢 是相当之省位的一款户型 107方 你感觉上呢 里面是很小好用的间隔 大家现在可以听着音乐 慢慢欣赏这款户型 大家可以听着一下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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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